近日不明源頭確診個案持續上升 當中有患者到過酒吧 消息說政府考慮再關閉酒吧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教授袁國勇認為 最近病例源於食肆、酒吧 放寬防疫措施 但沒有遵守規定 有警告如果再放鬆 加上冬季來臨 疫情會嚴重過第三波 潘耀昇報導 過去一個星期 爆發10宗不明源頭確診個案 患者住的地方遍布港九新界 新界多些 有兩個患者都住清衣 患者到過的地方至少有16處 逛街吃飯看戲都有 有患者發燒之後去過5家餐廳 也有患者去過尖沙咀酒吧 政府高度關注 消息說政府考慮再關閉酒吧 正來觀察近期個案未拍板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認為 不明源頭個案越來越多 和兩個多星期前放寬食肆酒吧防疫 但部分人未有完全遵守規定有關 人家說了四個 你就八個都坐在這裏 我親眼看見那些食肆裏面的人 又不是撿桌子那個 跟著又是捧回餐 沒有分別 根本沒有理我們說的那些話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那些地方 真是根捉那些指引去做 增加空氣流量 你不做的事情會繼續不斷爆下去 它不會停的 很快你又要關掉所有食肆 和關掉所有酒吧 如果你的措施完全不採 不放鬆 那就用嚴重的那些 夏天的第三波 袁國勇又說 再不採取措施控制高危地方 確診只會一直增加 希望業界確切之憑防疫規定 有線電視記者 潘永昇報導 還放鬆 再 τ